嗨 大家好 我是收到感召要出片的阿騰 今天這支影片呢很新鮮喔 是我遠在日本的朋友跟我分享的 我這個在日本的朋友很關心台灣的新聞 尤其是最近柬埔寨打工的事情 看起來就是很有鬼啊 各位啊 拍攝不空啊 要做個聰明的人 尤其是這個季節去柬埔寨 先不要說工作了 光是氣溫就熱得受不了了 在台灣還比較涼耶 好了 話題扯遠了 因為最近的新聞事件呢 讓我這個日本的朋友 也想到10年前剛到日本工作時 聽到的台灣人的鬼故事 那先打個預防針 因為這故事是轉述的 有點恐怖 如果可以的話 我反而希望這是假的 OK 看完影片之後 再跟我分享你覺得是真的還是假的喔 然後 如果想知道圖會看到一段廣告 可以幫他十秒喔 故事開始囉 這副故事是發生在我在日本打工度假的故事 那年剛退伍完的我 因為大學又存了一些小錢 而剛好我的學弟已經在日本待一年了 所以我準備前往日本遊學打工去投靠他 欸 土豆 下個月我到日本去找你 OK吧 當然啊 沒問題啊 但是有件事情我要先跟你講喔 你來日本這裡啊 什麼都可以慢慢來 但最重要的是 你要先確認住的地方喔 哼 真的假的啊 住宿不好找喔 外國人來這邊住宿 會有比較多美感 甚至有很多人來住之前都講好了 但來了之後 卻莫名其妙就被取消了 結果搞得要去住飯店 住一天就虧一天耶 哼 真的喔 那你有沒有辦法可以幫我處理住宿啊 要手續費什麼我都可以給你喔 嘿 拜託 你住我這邊就好啦 我剛好有空房間耶 跟我一起分租 比較便宜啊 嗯 就這樣的 我不已有他了 想說平常跟土豆相處起來也沒有什麼嫌隙 印象中他也是蠻好相處的 所以我就答應他了 而飛日本的時間一下子就到了 一下飛機之後 終於見到土豆了 欸 土豆 好久不見耶 現在開始就拜託你啦 給你照囉 先帶我去你家放行李吧 阿騰 有件事 我想要先跟你講耶 嗯 怎麼啦 對不起 我家目前沒辦法去了 因為我的親戚突然跑來這裡玩 要住我家兩個禮拜 對不起啊 沒有房間給你住了 那我怎麼辦啊 我要住哪裡啊 我都來了 你這樣跟我講 這個你放心 我已經幫你準備好了 我要請日本的朋友 找了一間可以讓你住兩個禮拜的小公寓哦 只要填一些文件就可以了哦 嗯 真的假的 要有這樣的服務哦 就這樣的 在土豆的安排之下 我跟著他來到一棟坐落在住宅區的小公寓 這棟公寓 跟日劇裡面看到的很像 是一整排的小型公寓 我拖著行李到了二樓的房間 一打開門後 先看到的是玄關 而玄關旁邊是斜櫃 再往下延伸 就是走廊 走廊的右手邊呢 是小廚房 左手邊就是衛浴了 而在這走廊的最底端呢 就是一扇門 門打開就是主臥了 主臥室雖然不大 有一張單人床跟小陽台 也算是秘密俱到的 欸 怎樣 看起來不賴吧 雖然是臨時的 但看起來還不錯吧 欸 真的 看起來很讚耶 幫我謝謝你日本朋友 這樣會不會很貴啊 嘿 沒事沒事 啊 錢你放心啦 因為是認識的 這樣子住兩個禮拜 只要五萬塊日圓哦 來 這邊簽一下合約 走一下流程 你就可以安心住了 就這樣的 出自於信任 但我在看不懂的日文合約上 簽署了一些文件之後 就正式入住這個地方了 而接下來的兩個禮拜 我都在為租在日本做準備 白天到街上採買日常用品 還有熟悉上學的路徑 而晚上呢 則是一個人在房間裡面猛K課本 至少讓自己看起來不要太笨了 而雖然一切我都適應得還不錯 但有一件事情 總是一直困擾著我 那就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總是有個聲音一直打擾著我 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是在住進去的第二個晚上 那晚熟睡到一半的我 突然聽到了有人拉開窗戶的聲音 接著就聽到了一陣捏手捏腳的走路聲音 那聲音就像是地板 好像有壞掉的地方被踩到一樣 好早喔 這是什麼聲音啊 當下雖然有聽到被吵醒了 但感覺發出聲音的人急起小心 我也就沒有放在心上了 而隔天起床的時候 好冷喔 現在是怎樣啊 我有開冷氣嗎 欸 啊勒 這時 一早就被人醒了我 看向人落地窗戶 居然是整片被打開的 欸 奇怪 我昨天沒有關窗戶嗎 由於我這個人很常忘東忘西的 別說忘記關窗戶了 有時候甚至連眼鏡戴在臉上 我也會再找眼鏡的 就這樣這件事情 我也沒有多放在心上了 而接下來兩個禮拜 除了晚上睡覺的時候 會重複聽到 有人半夜捏手捏腳的走路聲音之外 說老實話的 住在這裡也挺舒服的 而土豆也挺糟的 沒有因為比較懂日本就熬我 反而有空就請我吃飯 招待得無味不治啊 欸 爽欸 謝謝你這頓飯欸 還好啦 欸 對啦 庞子做的還可以嗎 喔 還可以啊 沒什麼問題啦 啊對了 可以問一下嗎 我樓上還是樓下 還是隔壁有住人嗎 我這幾天睡覺啊 半夜都聽到有人捏手捏腳 走路的聲音耶 想說他是不是怕打擾別人啊 可是他再怎麼小心 聲音還是很大聲耶 欸 這個 這個我不清楚耶 日本人很注重隱私的啊 我也不方便去問耶 嘿嘿嘿嘿 喔 好吧 我只是覺得有點吵而已啦 好啦好啦 沒事沒事 乾杯乾杯 就這樣的 跟土豆抱怨完之後也沒什麼結果 雖然那個聲音不足影響睡眠 但挺久了也是挺阿朵的 不過想想兩個禮拜就快過完了 就也沒有那麼在意了 而很快的 搬家的時間終於到了 我打掃乾淨的房間跟準備好的行李 準備要出門去土豆家的時候 好啦 謝謝你們的照顧 我要離開囉 掰掰 欸 欸 欸 不對 我的窗電器還在房間裡面呢 這時候我突然想起來 還有東西放在房間忘了哪 但是 欸 該意思 我的鞋子已經穿好了耶 這雙鞋子脫掉走進去 又會很麻煩耶 這時候已經穿好鞋子的我 因為懶惰 不想脫鞋子 最後只好踮起腳尖 穿著鞋子慢慢地走進去 想說這樣比較不會留下腳印吧 這時候 我從門口一路踮腳走到房間裡面 充電器剛好在窗戶旁邊 哼 差點忘記你耶 才買一個禮拜而已 很貴耶 不見就糟糕了 好啦 再確認一下有沒有東西忘了 嗯 嗯 我順便環顧的四周 確認真的沒有東西帶走之後 我繼續踮起了腳尖 要往門口的方向走回去 嗯 這一瞬間 我傻住了 我居然踩出了每天晚上 都會聽到腳步聲 而當下我不死心地 又重複地走了一次 從落地窗旁 穿著鞋子踮在腳尖 在屋子裡面走著 沒錯 就這個聲音沒錯 這就是我每天晚上 都會聽到的聲響 嗯 不 不會吧 我每天晚上聽到的腳步聲 是從我的房間發出來的嗎 當下 我才想到 平常我在房間裡面 都是穿拖鞋的 所以走路 根本不會發出什麼響亮的聲音 但今天我是穿著鞋子 那個重量 再加上 我又踮著腳尖走 自然走在木板上面 就會發出跟平常不一樣的聲音了 而想到這裡 又連想到那天早上沒有關的窗戶 難道真的有人每天晚上 偷偷潛入我的房間 而我都不知道嗎 越想越毛的我 終於受不了了 當下 我馬上奔到土豆她家 跟她講了這件事情 欸欸 我每天聽到她的聲音 這是從我房間傳來的啊 有人每天都跑到我房間裡面 怎 怎麼辦啊 怎麼辦 而土豆 聽完我講完這番說詞之後 卻是一點也不相信的 欸 誰聽到咧 別說我是小啊 你要確定咧 怎麼可能兩個禮拜 每天晚上 都有人從窗戶 跑到你的房間 你都沒有發現 對 這件事情聽起來真的很荒謬 如果每天晚上我听到的声音 是真的有人跑进来我的房间 那连续两个礼拜 我都没有看到他也真的太扯了 就这样的 再逻辑不通顺 加上我没有受伤 也没有东西不见 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直到一年过后 我回到台湾 跟朋友聚餐吃饭时 刚好聊到了这个故事 很神奇吧 那个脚步声居然是出现在我房间 可怕吧 这件事情很神奇没有错 但是我说的是 你怎么会想找土豆帮你找房子啊 怎么啦 他说日本有朋友啊 可以帮忙啊 难道你不知道吗 土豆在日本介绍的 都是那种很便宜的兄仔 怎么会 他是不是找那种短期住宿 又很便宜的 CP值很高的房子给你 你难道都没有想过 为什么那么便宜吗 后来 我们总算厘清了缘由 原来听身边的朋友说 土豆在日本不知道认识了什么人 常常要他能够介绍台湾的朋友过去住凶宅一阵子 而因为日本的法令 凶宅租金虽然便宜 但凶宅只要有人成租住过之后 就不算凶宅了 可以从心里瑕疵的凶宅价 变成正常的租金 简单来说 搞不好凶宅的价钱 租一次是两万块 土豆却来骗不知情的台湾朋友 收取更高的租金 来赚取差价 反正只要他不说 其他人也都是傻傻不知道吧 后来 多年之后 拜网络科技发达所赐 我用着当年学的日文 查了一下当时住的那一带附近 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故发生 而阴阴阴阴查到那一带附近 曾经有个新闻说 有个小偷扮要入室行窃 但不幸吵醒了屋主 反而扭打之后 意外兴亡了 不知道 是不是就是我住的那间房呢 故事说完了 想不到吧 嘿嘿 怎样 什么全民现场的感觉 给观众最好的声音 进广告 请不吝点赞 订阅